这是不是不是原来那么多 纠结逃避中 他会否失去女儿的信任 我爸杀人了 真相逐渐显露 林小 钢铁厂的最后一批下岗的默认 调监控 查蛋 他们如何承受原罪的重压 让你找那娘们儿 你找着了吗 我找着了 敬请收看周末重剧场 四集迷你剧集 夜宵 第三集 第四集 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 小伙子 别为难人家 刚接到的群主报警 在这发现了一具尸体 这是一具男士 尸体上有把刀 这人你见过吗 这是我儿子 好几天都没回家了 我去自首 你去自首 我就被你们害得家破人亡了知道吗 那警察根本就靠不住你 那老王他们都是老邻居了 看来 看来 你得自己动什么了 我只想知道 是谁 是谁杀了我的儿子 就杀了我 杀了我 杀了我之后 放上了 就杀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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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就杀了我 都没回家了 你见过他吗 没见过 孩子 你少点钱啊 你要是看见的话 就试一试 看什么呢 那老黄头那破摊子 我网上过去看看 嗯 要是找不着证据 就找个机会 反正这把刀啊 是你的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试验报告出来了 在刀柄和刀背上 发现了部分油脂 咋是在哪儿见的 我记得珊珊上小学的时候 这个还是她给你包 送你的 这个呢 也是发送保守卡的 爸 刀呢 我们家刀去哪儿了 珊珊 你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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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珊珊 你怎么不开灯啊 怎么了 爸 这 是不是 不是原来那把刀 什么不是原来那把刀 小姑娘佳佳佳老是刀刀的 干什么 给我 给我 进屋 写作业去 爸 你是不是 是不是 什么是不是是不是的 什么是不是 你把数多好比什么都强 起步 看出去 我还没想到天下 我还没想到这儿 没骂姑娘 没事 都挺好的 没骂姑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骂姑娘 没骂姑娘 sont今 有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感谢观看 老赵 来 看看 这是我们监控派来的 可能跟你儿子死有关系 王定官 他怎么跟有关呢 这个涉及到破案线索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你就说你认识吗 认识 行 回去吧 王定官 那个老黄 他 我都说了多少回了 有证据我们一定会抓的 证据懂吗 是是 王定官 我听说你们家原来也是老钢铁厂的 是啊 我还听说你们家和老黄原来是住街 老赵 你有完没完啊 有完没完啊 对 没没没 没啊 没啊 行了 没事赶紧走吧 王定官 照片能不能再给我一张呢 你要他干吗 万一我们家里谁要是认识的话 他不是也能 家里人 你还有家里人呢 就 就我们那邻居五六的 那不也都算是 是吧 行 拿着吧 哎 有什么消息 第一时间通知我 哎 谢王定官 我现在才会照顾 他要去照顾 宝贝 他可以照顾宝贝 他不然去照顾宝贝 我把你照顾宝贝 我把你照顾宝贝 他不然去照顾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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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珊珊 走路别看书 对眼睛不好啊 怎么了你 好 吓我一跳 来 买菜是我给你带的 珊珊 拿去呀 东飞 回来啦 哦 见过吗 美女 认识吗 不认识 你找这姑娘干什么呀 怎么了 又认识啦 好 好像见过 好 你帮老哥哥找到 老哥哥 啊 啊 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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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儿有 你他妈从谁裤裆里钻出来的 我是你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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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两天你就先在这儿住下吧 等我出去 把那帮小混混摆平了 你再回去 忍一下啊 这可能会有一点疼 我会和带今天 你懵扣下吧 其实而那女的 帮我 会立的 愿意 好 查到了 林晓 钢铁厂的工人 父亲士组成性 母亲体弱多病 最后一次出现是在三天前 在员工宿舍的附近 调监控 查的 这么多监控 怎么查 就我从员工宿舍那个摄像头查起 刚刚哪吃呢 你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想问你呢 你在这干什么呢 我跟你说啊 你以后最好少来这儿 怎么着 帮我连累你啊 你咋还没怀疑我呢 你怎么知道 你局子里有人啊 那不用你管 看怎么着呢 看怎么着呢 你在这儿吗 随便 坐坐坐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儿子 你去上学 别这样 聊聊行吗 我跟你有什么好说的 孩子都这么大了 是吧 聊了又怎么样呢 就当给我一次机会 好吗 让我走 我不是不让你走 我们聊聊 聊了可以吗 你走开 好了 有话快说 有屁快放 够离婚行吗 我觉得呢 看见儿子的份上 看谁的都没用 你觉得我们能过得下去吗 为什么过不下去 你做了什么事情 你自己不知道吗 是我的错 可是你总得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实在忍不下去了 你知道吗 你先给我马上签字 这样 这样 等等 这样 既然咱们在这聊不通 我跟你换个地方聊 好吗 我不要 下车 你这怎么还是这个样子 我要下车 你听见了吗你 请记好安全大致 你 钢子 你干嘛呀 你干嘛呀 那有话好好说行吗 你别这样 慢点看 有话好好说我求你了 钢子 你开门 钢子 你干嘛 我是开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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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来主要是问一问看看珊珊在家不在 珊珊 珊珊不是去上学了吗 今天是周二啊 你是 我是珊珊的爸爸 珊珊不在学校吗 这事你也不知道这就奇怪了 珊珊说的是你们不让她上学了 不让她上学 谁不让她上学 我们怎么会不让她上学呢 你别急 我也感觉着这事有点蹊跷 你先看看这 这事三天欠的就是好高 珊珊给她的版主人丢下了一封信 说是要有些事情出去办 暂时不能上学了 其实这个珊珊可是个聪明的孩子 一个度数的好妙子 这现在出学有点可惜了 你得好好给她谈一谈 想想她吧 想想她吧 有啥问题没有 没有没有 我会好好跟她谈一谈 那我就 我就告辞了 不是 老师您不再坐会儿再走 不来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向左威胁 显出扭力的样子 这时候 我看见她的背影 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 我赶紧擦干了泪 怕她看见 也怕别人看见 我在向她看时 她已抱了珠桶的橘子 往回走了 过铁道时 她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 自己慢慢爬下 再抱起橘子走 到这边时 我赶紧去搀扶她 她和我走到车上 将橘子一股脑放在我的皮带衣上 于是碰碰衣上的泥土 心里很快 心里很快轻松死了 过一会儿说 我走了 到那边来信 心里很快轻松死了 我来说 我去试试 我去不剖 我去衣上 你 我去试试 我去欣上 我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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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什么意思啊 怎么了 长本事了 没看出来啊 拿过来 这是谁啊 我老板家女儿 你老板 干什么的 叶小叹老板 你是她伙计 这是老黄家的珊珊 对 洪飞哥 你在哪儿啊 我爸又摔倒了 珊珊 你别着急啊 我马上就过去 我 我现在 你没说什么吧 没说什么 她就问我一些跟赵小光 还有林小时候什么关系 那你怎么说的 黄叔啊 大夫都说了啊 你这病啊 没什么大事 出点液 吃点药就行了 谢谢 就是这血压啊 可能有点高 是不是让珊珊给气着了 没有没有 这不这几天 有点累了 累着了 这不是没出摊吗 怎么还累着了 不是 这不最近厂里搞什么生产评比吗 我们也加班加点 写点材料 其实都是走过厂 厂里 哪个厂里啊 你看 钢铁厂呀 除了钢铁厂还有哪里啊 还有哪个厂 黄叔 您是不是发烧了 我们这个老钢铁厂 虽然现在有很多问题 但是它依然是国企里面 最有活力的 你们都是子弟 从小生在那里 长在那里 用一句文学上的话 叫 钢铁厂就像你们的妈妈 是不是 对对对 黄叔 您说的都对 不管到了什么时候呢 我们都是钢铁厂的子弟 作为钢铁厂的子弟 我给您打听个事 您一定会如实回答吧 八号的阴警死亡案 您说是不是给厂里抹黑了 这个老企业啊 人多 事多 总会遇到很多问题 死 死亡案我倒不是很清楚 一要奋斗就会有牺牲 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 普希金说过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 不要难过 悲伤的日子要更坚强 相信吧 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一切都是瞬息 一切都会过去 那么过去了的呢 将会成为 美好的怀念 好 黄叔啊 您呢 安心养病 我还有事得先走了 母妃 有什么情况 及时汇报 好好好 这老鞋 大气还没干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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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 你 爸 你这是 爸 爸 你这是 爸 爸 拜拜 爸 老黄 你干嘛呀 你问他 你问他 气死我了 你说呀 你说呀你 我就是不要上学 我要出去打工 长大了啊 长本着了是不是啊 走啊 底下你跟那样死在那边 没什么口气 我爸 行 爸 老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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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儿 老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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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珊珊 珊珊 你是不是把学给推了 你是不是把学给推了 你是不是知道 现在外边活哪个人 你不好好学习 你将来怎么找一个好工作 你没有好工作 你怎么有一个良好稳定的生活环境 你没有一个稳定的好的生活环境 你怎么找一个靠谱的男人家人 你找不到一个靠谱的男人 珊珊 珊珊 我想说的就是 你看你跟我 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反面肉菜 我上学那会儿 抽烟喝酒打架逃课还包酒 你能和我一样吗 想一想那时候二十个兄弟 足队下副本 少一个都不行 不过那副本还真挺厉害的 武器也 我爸杀人了 前几天死的那个就是我爸杀的 要是他被抓起来 我妈睡着过 我还是被药上学了 我还是被药上学了 那是什么事啊 是的 我看过了 尸体上的那把刀就是我家的 我爸换了把新刀还做了伪装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我把刀还干得了 四丽二手要下手 来点药啊 有啤酒吗 没有啤酒 算了 要不你喝什么我去给你买点 什么都行 这次别再忘了 然然 不管你把是真风还是假风 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别受影响 我冒 以后有什么事就跟我说 不用客气 好 看来我得自己重手了 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 小伙子 别为难人家 那怎鸣 我刚接到的群主报警 我在这发现了一具尸体 这是一具男是尸体上有把刀 这人你见过吗 这是我儿子 好几天都没回家了 我去自首 你去自首 我就被你们害得家破人亡了 知道吗 那警察根本就靠不住 那老王他们都是老邻居了 看来 我得自己动手了 我只想知道 是谁杀了我的儿子 你就杀了我 杀了我之后 放了床 洪飞自居住他人住宅的行为 涉嫌了非法侵入住宅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5条 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 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在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 老黄的女儿珊珊 已经认定了父亲老黄 就是杀害赵武儿子的凶手 因为此事 珊珊也无心学业 陷入万般痛苦与纠结当中 看着赵武因为儿子的离世 伤心落泪 珊珊对眼前这个年迈的老人 充满了心疼和愧疚 一边是自己深爱的父亲 一边是珊珊以为的真相 她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眼前这一切 而老黄也已经察觉到女儿的异样 父女俩之间也因为这个案件 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隔阂 身为父亲 面对女儿对自己的疏远与猜忌 老黄又会如何抉择 与此同时 警察王延已经怀疑到老黄 而通过对林晓的追查 洪飞开始进入到警方的视野当中 另一个涉案人员刚子 也因为意外的交通事故 与警察王延有了接触 并把记录下案发当晚经过的行车记录仪 交到了公安局 现在真相竟在咫尺 我们看到赵武认定了老黄与儿子的死 脱不了干系 并担心警察王延与老黄的接访关系 会让儿子的死因石沉大海 如今赵武亲眼目睹了 王延安慰姗姗的亲密举动 决定亲自为儿子找出真凶 绕开警方自己复仇 那么刑事偏激的赵武又会作何举动 赵叔叔 这个真好吃 这是我们老家的特产 你有什么事你冲我来 你要是敢当他一根好吗 我要你好看 你是谁啊 你想干什么 我这个人你认识吗 是啊 那天大江下面 见笑头 想见林霄 这人回来 是谁杀了小光 就那开网约策那光头 下车吧 来 刚才 刚才 你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